就连五年前跟他合作过的唐嫣也忍不住 坦言霍建华现在是大变样 没想到 此语一出 霍建华突然做心痛撞摔倒 你说什么 什么叫我大变样 逗得台上台下都乐得不行 金玉良元是霍建华 唐嫣这对最佳荧幕情侣党的二度合作 虽然时隔五年 两人合作起来仍然十分默契 现场碰撞出很多创作火花 用唐嫣的话说 两人配合超出想象的好 而霍出品人更是毫不客气 抖出了吻戏的段子 是啊 现在拍吻戏都不尴尬了 不用沟通上来就能吻 两个人在戏中终成眷属 在戏外 是否也找到了自己的金玉良元呢 唐嫣霍建华的恋情疑似 被好友杨幂曝光 唐嫣霍建华自合作仙剑奇侠转三以来 便一直绯闻不断 而随着唐嫣与前男友邱泽的分手 以及唐嫣霍建华金玉良元的合作 霍建华唐嫣的恋情再度浮上了水面 近日更有记者拍到唐嫣霍建华 亲密去看任贤奇演唱会的场景 而七夕其间杨幂的微博则调侃唐嫣霍建华 可见曾经的子轩与长青或许真的要在一起了 网友们发现往日那个内敛的甚至有些木讷的霍建华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私仪加新郎的风骚男 他不仅话多 还撒娇卖萌半跌倒 连唐嫣都说他是大变样 霍建华为什么变脸 原因很简单 这部古装喜剧 是他首次担任出品人 当记者问他还想和什么女演员合作时 霍建华又撒起了娇 我现在心目中只有唐嫣 你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他真的很听我 这种变化 让采访过他好几次的资深记者们都大叠眼镜 他以前很闷 今天这是怎么了 走出了择烟恋的唐嫣 说自己还没有找到另一半 金玉良元是不能用找的 只能等 慢慢来 不着急 霍建华立即补充 拍戏时除了唐嫣的爸爸 还没有男生去探过唐嫣的班 而当媒体提及非文女友陈乔恩 霍建华也大方答道 这次没有邀请他 不是避嫌 我们不需要避嫌 好朋友这种资源不需要一次用光 以后找一个更合适的项目再请他 既然二位都还没煮 有媒体起哄两人不如在一起 霍建华立即做害羞状 称不知道唐嫣是否看得上自己 唐嫣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指着他问 你OK吗 唐嫣怀孕的事大家早已经知道了 算起来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 网铺知名孝心严学金近日在某平台直播时疑似说漏嘴称唐嫣生了双胞胎 媒体记者就此求证唐嫣和罗敬工作人员 对方站未回应 但从唐嫣罗敬共同好友处获悉 唐嫣确实已经于近日完成生产升级当妈 但未透露是否是传闻中的双胞胎 去年9月19日罗敬宣布唐嫣怀孕 两人在公众面前一直是甜蜜蜜的撒糖状态 感情好到不行 18年10月28日唐嫣罗敬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婚礼 罗敬和唐嫣两人洗劫连礼 在微博上面晒出了官宣文案 一个是新郎是我 一个是新娘是我 疯狂撒狗粮 让大家十足的羡慕 两人在公众面前大大方方公布恋情 凡是二人所到之处狗粮遍地 两人毫不隐藏 经常合体亲密互动 可见两人感情状态确实十分稳定 十足的一对神仙眷侣 不过唐嫣虽然怀孕 但是她不娇气 还是在剧组认真拍戏 没有受怀孕的影响 而且同剧组的一些演员 也表示唐嫣人品很好 她唐嫣人真的好 像小女生一样 这几个月风吹雨淋 和我们一起这样走过来 严学金曾经和罗敬一起合作过幸福三十六集 在剧中严学金饰演罗敬的妈妈 她性格强势和儿媳妇之间 发生了很多摩擦和笑料 因此严学金有罗敬的联系方式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她透露出唐嫣生了的消息 可信度也就非常高了 不过有辟谣说龙凤胎的可能性不大 在本次疫情中 唐嫣罗敬夫妇共同捐款一百万 非常有善心 唐嫣运气依然不忘关注疫情状况 唐嫣的许多粉丝表示 很抱歉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特殊时期请多多关注疫情 保护好自己 借用铁粉们的话 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候 祝福大家都能开心 也希望疫情能获得控制 并且最终得以战胜 在这里也祝福唐嫣生级当妈妈啦 祝福他们夫妻永远幸福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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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